推推推 你要注意到這個叫什麼 在說對一個 比方說這個是 移動那個 移動Sale的內容 那我講出來移動Sale 前面是移動改變內容 那所以這邊變成說這個移動十次 而且順向的移動十次 那我們下一個 那這個呢 這個什麼 就是 大家回想一下這個對應的Ccode是什麼 這個對應的Ccode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啊 因為這個相當於什麼 它就相當於歸零的動作 好 那再下一個 好 這個什麼呢 你們覺得很可愛對不對 這比較像可樂貓對不對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什麼 嘉飛貓 不是那個叫什麼 叫 凱蒂貓 凱蒂貓跟嘉飛貓什麼差別我也不知道 都蠻胖的 好那反正就是說 那個 那個可樂貓就是這個造型 好 順便來看一下可樂貓的那個程式碼 好 那這張程式碼在做什麼事呢 好 大家回想一下 有那個大魚啊 有那個小 有大魚一個小魚 然後中間有個架 好所以你會發現今天是做了什麼事了 他做了什麼 他做了位移的動作 然後呢 然後你看喔 這邊相當於是做什麼程式碼 像這個 就是 那我們這邊是右邊開始看 所以我現在做了什麼事 現在是取值 取值之後 我把現在內容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 我 我對他下一格 你知道 下一格 然後再 然後 sign這個值 然後之後把自己 比賽成0 好 那再下一個 那我們知道這些是跟這個 跟優化什麼關聯 我們來想一下 好 快速在這幾樣板 對對對 就這樣好 那大家想像一下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可以又把它對 上面東西是不是比較長 下面是比較短 你會如果把上面那些東西 把它對應到底下的 比較短的扣 比較短的表示法 你會注意到什麼事 雖然你可能忘記他在寫什麼 但是呢 不要難過 我們現在最佳化技巧 最佳技巧就是說 把這些東西做一個歸納 好 我們開始整理一下 好 所以第一來看 加下去叫什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 好 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取值 然後再位移 取值位移 所以他要做什麼事呢 他要做第一個就是 fetch instruction 我要fetch什麼樣的 instruction 就是那個加的 instruction 他的位移的動作 好 那再來就是 再來我做什麼事呢 我要做一個 我要做一個真正的一個 加法的動作 好 那加法動作之後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取下一個詞 好 所以你看到說 不管我們建立的是 一個watcher machine 或者一個interpreter 其實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這個需要十道指令 好 下一個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發展一個特別的一個操作 就是說 我把這樣的一個項目 它把它對應到一道指令 就是說 我在我的虛擬機器 我如果建立一個快速表示 就是 那我只要看到 只要是這種加加加加加 我就把它對應到什麼 我就把它對應到 這一道指令 好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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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移的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會變縮到一道指令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在 效能跟處理上的複雜度 這倒是要上頁 好 你可以看到 其實前面需要十道指令 然後它其實流程很複雜 好 那我只要看到這個模式我就改 下一頁 好 那再來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好 再複習一下 這個東西是單純的 指標的位移 或者一個 一個sale的位移 好 所以你看如果說這樣 一直大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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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兩個大於叫什麼 叫做 兩個大於叫 叫遠大於 就是遠遠遠遠遠大於 非常遠的大於 那這邊大於有十次 應該不應該講大於 反正它就是一個 反正它就是一個 Nest 好 那在這個 在這個 Nest 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像我們這邊它肯定的是十道指令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那如果我們可以設計一個指令是這樣 比方說它是 mov十次 變成一個一道指令 也就是說 這一道指令它 它就是 接受mov 它的opcode就是mov 然後它的upper 就是它後面接的那個 緊接在這個指令後面的常數 如果是代十的話 那我需要一道指令就可以做了 好再繼續 沒了嗎 GG 沒了 沒了就 還有 網路斷 是嗎 看一下 欸對還有啊 還有 還有 這個Google大可真的有點麻煩 這剛才是發生什麼事啊 網路斷掉 網路斷掉 網路斷掉就不能做簡報了嗎 這個 以後會不會 我盡態的除掉 以後會不會做簡報做到一半 然後那個 AdSense跑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段喔 這一段更可愛的 比可樂貓更可愛喔 這個就是加飛貓的土啊 好 大家看不出來嗎 加飛貓的嘴巴 好 然後就是說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幽默的人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一段指令是什麼 好 考你 方框是什麼 方框 左邊的方框是什麼 左邊方框 對啊 那個array的呢 不是啊 你說framebuck的那個 左邊就是 如果目前這個不為0 就跳回去了 不為0就跳回去 對 好那右邊呢 右邊就是如果不為0就進去 那撿呢 把目前的指令 好 所以剛剛看到 這邊得到這個指啊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一道指令 這一道很妙喔 好 這道其實它是一個 回圈成立的條件 然後 那所以我們看到說 中間做什麼事 它中間有一個位的動作 然後這段扣呢 如果大家 大家如果回想起來喔 不管是Hallover也好 或是Interpreter也好 反正你在剛才的扣都會看到很多都包起來了 對不對 有這種案例喔 那這種扣其實 大家會注意到 這是在文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設計的模式 那會在我前面 玩那可樂貓那張圖 好 就這個 這個東西有很多變形啦 就說 你看喔 從那個加菲貓變成可樂貓 然後呢 中間它可以塞很多不同的圖 然後其實這個東西都可以歸納 那這歸納成什麼一個東西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歸納 這段扣在寫 就是在很多高階語言做的動作 就是做一個assignment 然後做一個reference 對應到C語言的話就是reference 好 那 所以這段扣呢 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透過 就是 硬體的指令去做 或者說你要設計一顆 Brandfuck的CPU 好 不要懷疑 你去Google搜尋 Brandfuck控的CPU 就會出現喔 而且還不只一顆CPU 我沒有看錯的話 有三顆CPU 好 那 這樣Brandfuck的CPU 你用FPGA 大概只要200行就可以做完了 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事情 就是整個操作 大概200行就可以做出來 好 那 這道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好 大家看到這個可樂嗎 好 OK 直接看那張圖 好 就是大家看Brandfuck的程式碼的時候 你要想像那些圖樣 這其實是 我覺得是蠻適合那個 蠻適合 蠻適合做一些啟發性的教學 像是6乘7 其實就是 讓大家複習一下 好 那這段扣重要的點是什麼呢 如果我可以提供一個指令 好 我提供一個指令 就是看到 不是指令 我看到這個模式 然後就把它變成說歸零的動作 那 是不是就是說 我可以少掉什麼動作 我可以少掉branch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這一道指令通常在硬體上都是 都是一道 就可以處理完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Brandfuck的優化動作 其實你就要找這些模式 那大家可以推想一下就是說 不管你現在寫的Java C-sharp 或者是 隨便哪個程式語言 其實在結構化的程式語言 基本上都會一直到這種議題 那你會看到說 我們今天選用Brandfuck 就是一個高度簡化的模型 這個高度簡化模型 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底子的pattern 然後這些pattern是可以被優化的 再繼續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一個真的非常酷的 有一篇錄文 這是兩千年三年的錄文 這邊非常的酷 就是說 我在Brandfuck上面 是做一個用Brandfuck寫出來的interpreter 這個interpreter 大家好奇說 需要多少道指令才做得出來 有好幾個版本 目前來講 看到最少的一個實現是420單道指令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做這些頭腦體操 大家會覺得很沒有意義 對不對 這個就跟唸大學一樣 你還唸了才知道有什麼意義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的電路 我今天不管是硬體 或是資源成有限 我做這些操作的時候 我到底能夠做多好事 我看一下 那我們下一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短的interpreter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這件事 這個interpreter 你有沒有感覺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他好像只比HoloWall再長一點點 就做完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底下這個有證明 證明說 他用一個蠻複雜的方式證明說 他的整個程式語言的完備性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重要性在哪裡 在於說 我們今天號稱一個Turing complete的 Turing complete的一個語言 那我們在上面又建立一個 完全用自己 這道程式語言開發的一個世界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開發一些macro language 所以可以做的很像 就像剛剛看到的 就很像一個basic 或者是看起來像ccode 這都是可以做的 好 接著 接著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些 看一些實作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些 實際上的watching machine 怎麼去實作 好 所以大家對那個虛擬機器啊 或邊編器啊 你們會覺得 有比較有 比較多一點信心啊 因為其實寫程式比較難啊 寫虛擬機器比較簡單 好 好 調一下字型 然後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些 看一些大家可能比較看得懂的圓 就是C圓 好 那我們現在看哪個 哪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一個 看一個就是 就是在這上面啊 就是 呃 比方說我們想要看這幾個實作啊 這幾個實作呢 好 我們從最簡單開始看 沒有 在學對面的 COS在這裡 一個burnfuck啊 其實你要寫一個interpreter啊 是一個 相對來講很單純的事情 這邊code比較長啦 就是說 其實還有做一些檢查 那事實上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 我今天要操作的對象就是 就是 這些memory操作啊 然後 所以基本上就 復習那個語力嘛 所以你要再復習一次喔 加就等這個 然後減這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們 我們做一個 我們如果做一個 忘記那個名字喔 那個還沒發表 沒有人記住啊 好 好 那就是 呃 如果我去執行一個 像 就是我如果去benchmark這些 這些 這些 這些程式喔 然後我挑一個東西啊 就是 我挑一個benchmark的對象啊 比方說像這個 這是一個碎形的操作啊 所以看到這個今天 就好像畫出個碎形圖對不對 看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字型太大了 調一下 然後有沒有看到那個碎形的感覺對不對 屁啦 哈哈哈哈 好 有沒有看到那個碎形的感覺喔 畫出來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東西 當做benchmark 好 然後你覺得這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 欸 字還是太大了 好 我們再調整一下喔 應該可以到7吧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碎形啊 碎形是什麼 碎形就是 可以 從上一步 然後再 無線的生成下去的一個形狀 然後今天不解釋它了 好 那我們用這樣的東西來做benchmark 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 我們來欣賞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用 用剛剛的那一道 哪一道呢 就是 就是 如果今天用這個bf 這個bf 這個bf 比較好吃 我如果用 這個最 這個 如果用 忘記這名字喔 拜託 好 那如果說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 這個實作 來 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系統 那我們 我們接著來跑一些benchmark 那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個最簡單的那個實作啊 它還在跑對不對 好 這要跑很久嘛 但跟大家講過要跑90秒 所以就是 90秒 好 那你會看到一個內容 好 那接著呢 我們會覺得這個實作啊 非常的糟糕對不對 為什麼會變這樣 為什麼會變這樣 你要幹嘛 為什麼我這個中文字型那麼奇怪啊 因為我這樣 喔 那怎麼在 就是我要打發掉那90秒的時間 不要打我 欸 怎麼知道 要怎麼調字型 怎麼變這樣 不是啊 就是為什麼這個字型會變這樣 因為你剛剛那個 要調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嗎 這個很奇怪嗎 好 還沒跑完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繼續調齁 你有什麼字型 不是 你不覺得這個字跟剛才不一樣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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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從我重關了電腦之後啊 下盤都過了啊 很多東西都不動了 好 不管了 不管了 好 還沒跑完對不對 所以你看字都調完了還沒跑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剛剛那個實現 其實是很花時間的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做一點 稍微做一點優化的版本 長什麼樣 所以你看第一個版本是90秒的 好 好 好 這大概將就一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字會變這樣 好 那如果說我現在做一個比較簡單的調整 好 這個成字碼 好 然後 看不到 你那個前景跟背景要不要換一個 前景跟背景嗎 在第一個 好 好 不管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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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好 對 下面那個把它調黑 0,0,0,0 你要不要直接拉那個 往上 往上 這樣吧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實作 我們這個實作 我們做一個 簡單的優化 我們今天這個優化 做什麼事呢?就是我要把那個0 就是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 我想要做一個動作就把0找出來 把0找出來的話 就是說我今天也可以看到說 大家還想像一下 那個加飛貓的樣子 一個方括號,一個減,然後再一個方括號 我今天透過一個地毀 然後我想辦法把這個 Loop Start Loop Start就是這個 我今天想辦法去把 把這個 把這個0找出來 所以我看到那個模式 就把它對應 變成 assign to 0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做一個優化 一個優化技巧是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做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優化技巧 就是說我今天呢 今天我做一件事 我今天去 去把這個動作 就是這個 變10 這樣的操作 我把它用一個遞回的方式 然後把它找出來 那找出來之後呢 找出來之後 把這個 就是 在10做的部分 把它代應到一個Value 也就是說我在做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邊 這邊就是 我今天做這個 不管是 遞增 遞減 或是往前移動 或往後移動 然後我今天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次數 就是這個 這個次數 我把它做一個 壓縮動作 壓縮動作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可以 就是 縮到這個部分 好 那在這個10做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數值 這個10做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Value的部分 所以你看我今天就可以把那個 90秒 縮到 縮到8秒 那所以它就是 縮減了一個數量級 好 那大家會好奇 其他10做到底做了什麼 更變態的事情 我們來再欣賞一下 好 然後有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 BFF 好 這是 幾年前號稱 當時最快的 那個 WENFARC Interpreter 好 好 那它中間就 就把更多的技巧把它帶進去 它今天帶了一個技巧 比方說像這個 像這樣的東西 它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操作濾掉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它做了很多動作 它今天就是做這個 就是 這一小段 就是 可樂貓的動作 就是這個 可樂貓這個動作 然後它把它換掉了 然後換掉以外 連這個呢 它也把它換掉 也就是說它今天看到這個Case的時候 這層次碼寫得有點亂 就是不太好懂 因為它是手動的把這些東西 大家懂的意思吧 就是說 我今天在解憶的過程中 我還要做這個判斷 所以它就變 所以你看到它這個成績會怎樣 它這個成績 BFF就是可以說到 從90秒說到5秒 接著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那下一個是不是更變態 對沒錯 非常歡迎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做了什麼事 下一個呢 基本上它還做一件事 它就是做一個RL的編碼 就是Wrong Lens Encoder 也就是說 它今天把這個BFF 因為它有八道指令 就是八個command 然後八個command 其中有六個是在處理跟邏輯 然後做運算操作有關的 好 那現在做一件事 它裡面用到了 就是這個程式碼寫得比較雜一點 因為它把整個loop做掉 所以它今天做了什麼優化呢 它第一個 它做這一種優化 這一種優化 再加這一種 然後再加這一種 所以你看它今天它套用了四種 其中這一種的話 它把它拆成四道指令 就是把這個變成取值 然後再做那個 得到值之後再 再assign 所以這樣的實現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可以快多少 它就可以5秒壓到3秒 壓到3.1秒 3.1秒 那大家好奇說 那個interpreter最快的紀錄 至少在我這台電子上 最快的紀錄是3.4秒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實現在哪裡 好 這是日本朋友做出來的東西 日本朋友做出來的就是 好的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日本朋友 實在是太臭屁了 日本朋友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然後 然後 他說如果有發現更快的就是一個bug 所以我們要跟它宣戰 對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宣戰之前 我們要看一下它怎麼實現 好 好了 基本上 wyneっ5bib有幾道指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 vale 好 這8道指令 8道指令 8道指令它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它把它cil gigabytes kamp 比方說Z就是 Z就是什麼動作呢 大家可以猜出來嗎 Z就是say Engine click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大C跟小C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去統計說這上面 到底做了這個動作 還是做了這樣的東西 然後還考慮到正向 就是一個是 這個大C就是什麼 大C就是這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C就是這個 那M的話就是 一個是Cremantle 另外就是minus 一個是++一個是減減的 所以他歸納這個動作 然後再來是說 再來就是他把幾道 把幾道 把幾個模型 像這個 像這樣的模型把它歸納出來 這個歸納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可以拆成兩道指令 所以他就做一件事 就是他一邊PASS就一邊把它換成 換成這個 這個跟這個 所以大概可以拆出來 拆成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拆成這樣的好處就是我可以針對這些 BlendFact的程式 然後我可以把它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比較快的一個實作 所以你跟他說在實作的過程中 看不太清楚 比較難過 在實作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帶入一些比較 模型特別的操作 比方說這個 Rusate to Zero 來看一下 Rusate to Zero 他就可以把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操作 他只要找到這個模型 模式的話就把它變成實際上這個值 然後或者是說木武 木武的話就是 像剛才有介紹到那個Copy 大家想像那個Copy長什麼樣 看起來複雜的樣子 那他就可以把它變成是 單純的運算跟單純的木武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BlendFact如果要去優化的話 就是要透過這種圖鏡去做 所以你看他的成績其實很好 他是這個項目 看起來不錯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的Benchmark表現 如果你把BlendFact Interpreter用機器碼去實現的話 會看到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笨的實作 所以看過BlendFact 就覺得說機器碼好像比較簡單 就覺得有點感動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做一件事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 我們今天在解一的過程中 看到這樣的一個code 比如說這個大一小一 應該是說那個 就是nest跟previous 然後在incremental跟decremental 好 像這樣的過程中 你們看到這個Copy section Copy section要做什麼事 Copy section就是 我想辦法從一段程式碼 然後搬到 搬到我現在指定的位置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這幾個啊 就是 這個just income compiler 你可以看到原理啊 假如說我就是Copy section 像這個 那 所以我來看一下 sp 好 所以你看我這邊 就可以帶入一些實作啊 就是我這邊已經寫了實作 然後這地方 你可以把它換成機器語言來實作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ccode 加上一部分的機械語言 就會長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loop啊 loop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所以我今天如果用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把這個loop的相關的實作啊 把它帶換成 目的端 就是 我們wtwin這端上面的那個機械碼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可以很容易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jump跟move的動作 以x86來講的話是這樣的 那但是因為 在這個語域上啊 就是 就是那個方跨號那個啊 大家在想一下 方跨號它有一個條件嘛 它進入跟離開漏的條件 就是要去檢查 就是現在sale裡面的值嘛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實作的版本 我今天你看 就是說我今天把它動態換成那個機械碼 它其實效率還可以 就是 當然還可以的對象是要跟90秒比 所以還可以啊 但是你看單純這樣子做的話 它效率是很差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聰明一點 實作會怎麼去做的 稍微聰明一點的實現啊 會是 會做一件事啊 因為這字實在太小了 我們稍微聰明一點的做法是怎樣呢 我稍微聰明一點的做法就是 我把它換成比較有效率的那個 machine code 我們來看一下x86 iA32 iA32的話你看 這邊的話 像這樣動作 它可以對應到什麼 就是 比方說對應到這一道 這邊是那個 NASN 就是類似ATNT的語訊法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對應到 對應到x86主語的ADD跟SUV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是對應到一個間接地址 x86 x86在 80486的時候 有13種電子模式 然後在Penet 4以後 抱歉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Intel很複雜 有很多電子模式 這樣複雜的電子模式 就是做到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是你一到指令 就可以用很簡單方式去實現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這個實作的方式來講的話 在像這樣的一個操作 就是 NASN跟PREVORCE的操作 它大概需要三個byte 然後如果是你要把它輸出 就是輸出跟輸入 因為輸出跟輸入要做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不要懷疑 就是要解決那個getc跟putc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 你需要一個 你需要一個int int80的操作 就是中端呼叫 呼叫一個right的操作 所以這一道指令 這邊是machine code 然後我就是動態 就三成這樣machine code 然後這邊是輸出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輸入部分 輸入部分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它同樣似乎叫那個 它同樣似乎叫intro raw 但是你要 就是收個intro raw 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它需要一個地方去放那個input的地方 就是你今天從那個console取得值得更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版本的實作 就從17秒瞬間降到13秒 所以它快了10倍 好 然後 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這一套 就你不想要直接寫那個branefuck程式碼的話 講錯了 不想要直接寫機械碼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寫 就是在 不要懷疑 這邊看起來很像主語 有push 然後edp es iad mnov 然後這一套 這一套 這一套library很酷 它就是一個header 因為header裡面它可以動態生成x86 machine code 所以你就可以在c裡面寫出那個machine code 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到machine code不要太難過 因為更難的東西我們都看過對不對 你們覺得這很熟悉對不對 不行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RA64 好 那 這個東西的作用是什麼 我就是動態去寫出 可以動態產生機械碼 那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因為compile machine code有成本 所以你看到說這邊是3.35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創下的幾乎是3秒 所以你看到說 最好的那個 經過調整過的interpreter 它把很多case 把這種case都考慮進去的話 在我這台電腦上 跑出來是3秒鐘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把它替換的話 當然有在替換過程中 替換成調整過的machine code 就像這樣 就是我調整過的machine code 那我要畫的是3.25秒 那我沒有實用這些技巧 好 所以大家知道最終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把前面這些優化的技巧 跟machine code全部做進去 我們來欣賞一下它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說在剛才那些case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去做一個什麼事 我第一個就是我在解1的過程中 然後我會把那種模型 就是這種可以調整過的模型把它歸類 然後歸類完之後 你看到一件事 像這邊 那我就把它這邊 就把它對應到特定的x86的主語 或是IA3或者是x8664的主語 那當然你用不同的結構的話 你就真的要去改寫 好 那這樣可以看到說 現在創作的最高紀錄是1.93秒 那1.93秒